那么进到本岛来有些硕博士的人呢 到底有多少数量啊 大约啊 在整个台湾岛上 我们还有十万博士 硕士呢 大概有两百万 因为台湾岛上啊 常态居住的人 大概就是两千一百万人 你看这比例实在是真的不太低 你来到重庆坦白 我是欧重庆 我们看到蔡英文啊 在他最后的这六十天里面啊 已经是倒数计时了 他和谁见面啊 是实在重要 而且值得观察 在前面呢 我们看到他跟美国那个四十五岁 而且呢 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硕士学位 并且是拿了印太战略计划的葛莱仪 他们见面了 那么葛莱姨和他见面呢 大家还不觉得习惯 因为葛莱姨非常喜欢啊 这个另类的什么藏人士 我前面可没说那个动物的名称 但是呢 他做的作风了 可能也差不多了 他喜欢仗着白宫的势力啊 出来耀武扬威 而且啊 喜欢耀武贺柳 这么一个人呢 是伪装成自己这个学者的样子 但是毕竟呢 他就不是博士学位 我们知道啊 博士学位啊 有三大类 第一个呢 是最大的一类 叫做PhD 那么这个 这个葛莱姨根本就不是PhD 他就是一个Master 也就是一个硕士学位 你知道美国一个硕士学位啊 最快半年就可以拿到 再怎么办呢 两年也会拿到 而且呢 是可以不用写硕士论文的 这是美国的规定 而且美国颁发硕士学位的学校 那可多了啊 那可能数量多达呢 两千个学校都有 那么这样呢 硕士学位你觉得在美国说一些什么呢 而美国呢 可以颁发博士学位的相对就少得多 虽然美国呢有五千所大学 但是能正儿八经呢 颁发像样博士学位呢 大概就是三百所学校 所以人家才说啊 如果啊 你要到美国留学啊 没有进到美国的前一百所学校 那么你可以去补必去啊 你就留在啊 咱们啊 这个内地的所有知名学校 比如说985的 211的 或者是香港啊 那八所学校啊 来自于台湾的前二十所学校啊 都行 随便举个例子啊 台湾呢 虽然这个台湾大学不在百大以内 但是台大啦 或者是阳明交大啦 还是京竹的清华大学啦 来自于台北医学大学啦 府人大学啦 腾宫大学啦 中国医药大学啦 这些学校呢 也都会比他们所谓的啊 这个一百大的学校 可能就一半都还强 因为为什么呢 在美国排名啊 一百零五名的学校啊 都已经排到五百名外去了 那么你如果要去念这个排名一百零五的学校呢 那你还不如干脆就在国内念 那就得了 这意思在告诉大家啊 如果你拿来学位啊 不是在这种啊 排名一百以内左右的学校 其实真的没有什么留学的意义 这也在说他的学术价值以及啊 所谓作为学术学者啊 他要有博士学会的重要性 当然大家可能很好奇 另外两种博士学位呢 一种是法学的 一种是医学的 他分别啊 这个称呼有所不同 而葛来仪呢 当然这三种他都不是 但他能跟蔡英文见面原因是啥呢 别问了 肯定是他那个德国马歇尔基金会 以及他拿着印太战略的 这个计划的领导人 所产生的威力 再加上啊 他都笼络了一大批 有PhD 所以有博士学位的学者呢 和他一起写文章 都在他们的所谓的外交杂志上 这当然啊 让蔡英文啊 是羡慕了流口水 一愣一愣的 也就是说 蔡英文啊 想要跟着他们的足迹向前走 但是毕竟葛来仪啊 不能够解决蔡英文的 假博士跟假论文的问题 这问题 真想解决 必须回到台湾岛内来 自行解决 怎么讲呢 攻击蔡英文的时候 假论文问题的 绝对不是外岛了 首先不是金门列岛 再者也不是马祖列岛 然后呢 还不是澎湖群岛 这些岛屿你别看 岛屿数量挺大 而且呢 和两岸交流是智文关键 这些大小岛屿加起来啊 二三十个 但是 它有高度的观光价值跟经济价值 是在六大都会区 那么大家说是哪六大都会区呢 这当然是台北市 新北市 桃越市 跟整个新竹科技园区 然后还有台中市 接下来啊 就是台南高雄所连成的这个 大都会区 因为台南高雄实在连太近了 你把它作为一个都会区呢 实际上是不对劲了 是两个是连在一块的 因为呢 他们是真的完全必肩而连 只不过因为台南有古都的地位 所以他不愿意被吞命 就得独立出来 说是其中的一都啦 但是呢 他的整个经济恐怖度啊 事实上是不能跟新竹现实来比的 新竹现实有科技园区嘛 你知道一个小小的新竹科技园区啊 你几乎可以跟整个北京的中关村 来向你比对 做到的时候 大家明白 硕博士还得在台北 或者是新北陶渊这些大都会 那么这样一来外岛 当然就很少有硕博士的发展空间 那么进到本岛来 有这些硕博士的人呢 到底有多少数量啊 大约啊 在整个台湾岛上 恐怕有十万博士 硕士呢 大概有两百万 因为台湾岛上啊 常态居住的人呢 大概就是两千一百万人 你看这比例 实在是真的不太低 如此一来 蔡英文呢 大家很在意 他的博士是真的还是假的 或者呢 他的硕士是真的还是假的 因为大家没有人经过 他的硕士毕业证书 或者他放在选举公报上呢 你也没看到 他把硕士列上去 但是呢 他在学校里面声称他是康乃尔的硕士学位 这样一来 大家普遍的怀疑 他的博士肯定是绝对不存在 他的硕士存在也不存在 大家都还是有疑惑 但是能对他的硕博士产生质疑威力的 还是在野党 因为民进党的人呢 肯定是没有要往下说啦 因为呢 他再怎么样都是自己的 而且他拿到最高的位置 手上有这么多的钱 谁愿意得罪他呢 主要跟他是同一个政党的人呢 是绝对不会愿意去得罪他的 那么我们回头来看看 蔡英文他该怎么样来整顿 他可能遇到的 他的假学问题 因为这问题可是有官司 如果认真要判的话 那这个相关的判啊 恐怕一判 得判他做个八年到十年以上的 就关于这个贾博士 都衍生的这种问题 包含他的伪造文书呢 以及啊 他乱发的这些公文命令 但是他要求这么多官员来配合他 那么谁会对这两个议案 产生重大的执行威力呢 那当然是在野党 而且是在野党里头啊 两个有博士学位的人 一个就是朱立伦 另外一个呢 就是柯文哲了 这两个人啊 这么有威力 对于蔡英文 当然觉得非常头大 最好安排的时间 好好的跟他们摸个头 而且根据他们所要的东西呢 多少给一些甜点饼干 如果更好的办法 当然是把他们啊所有可能啊这个 被整个相关行政单位盯住的软乐 都得跟他好好谈一下 这样呢一边拿胡萝卜 一边拿棒子来加以威胁 这种是一个好办法 所以跟在野党的这两个 有博士学位的党主席见面啊 是至为有效 因为这两个人 当然可以有效控制他们自己政党内部 特别是在立法院里面 难不然不要再追及他的假博士问题 那么他只能轻松过关 再拨个十年八年 他年花也老去 那自然而然也没有人想要追究 他这个假博士到底该做多少年了 反正他只要逍遥于法外 甚至呢跑到美国去 度过他的晚年 他也就算是轻松了 过了这些人生最巨大的关卡了 来见你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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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